开车上路我们看后视镜的画面是这样的 或者是这样的 那么我建议你只能中午开车 因为你早晚要出事 后视镜没有条顿 不能在后视镜中准确判断后车的车距 那么我们变更车道或者是朝车时非常的危险 那么今天车哥教给大家后视镜的正界调节方法 以及使用技巧 让你坐在车内就能准确的判断我们的车距 第一点 坐姿一定要坐好 坐好以后找到我们的后视镜调节开关 首先让后视镜下沿和前车门把手重合 然后让我们的内角和咱们的前车门把手重合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车身占后视镜的四分之一 天空和地面各占一半 这样我们的后视镜视角才是最广的 那么右侧也是一样的 先让咱们的后视镜下沿和咱们的前车门把手重合 然后再让咱们的内角和我们的前车门把手重合 这样我们的这个车身占四分之一 天空和地面各占一半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后视镜也是最广的 调好以后我们还要学会在车内判断我们车辆以后车的安全距离 什么时候变更车道最安全 那么我们可以看后视镜 我们把后视镜一分为二 内侧为安全距外侧为危险距 当我们看到后方车辆只占我们后视镜中四分之一的时候 此时我们的车接后方车辆20米上 那么这个时候变更车道是非常安全的 当后方车辆车头占记我们后视镜二分之一 同时还是出现在我们内侧的头 此时我们的车辆接后方车辆10米左右 这个时候我们变更车道 我们就要注意咱们的车速了 如果我们开车时发现后方车辆车头越来越小 而且是在内侧 那么这个时候说明我们的车速是快以后方车辆的 那么只要在内侧我们选择合适的时机变更车道是可以的 如果是看到后方车辆在内侧的同时 咱们的这个后方车辆车头没有明显的变化 那么说明我们的车速和后方车辆车速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可以变更车道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开车时发现后方车辆的车头越来越大 那么说明后方车辆的车速是比我们快的 哪怕后方车辆是在我们车辆后视镜内侧 我们也是不能变更车道的 不然变更过去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如果后方车辆在我们的后视镜外侧 无论是看到多少 我们变更车道都非常的危险 是百分之百不能变更车道的 那么变更车道时还有种情况 就是当我们在后视镜上感觉后方没有车 这个时候我们以为可以变更车道 那么就特别的危险 因为我们还要记住我们开车有一个逼住的盲区 虽然我们在后视镜里面看不到咱们的这个车辆了 而且我们如果不转头这样看过去 也看不到后方的车辆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咱们这个逼住的盲区 对不对 逼住的这个盲区非常的危险 如果这个时候这里一辆车 我们变更车道过去 那么就非常的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如果这个开车技巧对你有一点点帮助 那么记得帮我点赞 关注以及分享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